游进泳池 破门而入 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监视 这些动物已经成为在错误的时间 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大师 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 当这些动物入侵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后 引发了全世界人们的震惊 在开始前 还请大家先点个赞 并订阅探索号 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了 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短吻饿 这一次棕榈滩花园的居民 发现了一条2.7米长的爬行动物 在他们的后院的泳池里休息 它是一个游泳 我们居住在游泳滩 所以我知道什么都可以 它是如何从大沼泽地一路来到居民区的 目前还不清楚 但我们知道的是如何进入房子 它可能是从他们后院的铁链栅栏下面进来的 房主说出去院子前 通常都是狗先出去 他说他的宠物很幸运发现涌池底部那只鳄鱼 否则事情可能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随后一切都要归功于迅速赶到现场的当局 他们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终于安全地把鳄鱼从水池里移走了 可怕的入侵 在商场区 遇到蛇是很罕见的 但想象一下在杂货店购物时 蛇从商品架上滑出来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我的话会吓掉魂的 这就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时间 当一些购物者看到一位不速之客时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做梦都想不到会从商品架上滑出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其中一名顾客原来是一名捕蛇者 他熟练地抓住了这条蛇 并把它安全地送回了附近的丛林 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狂野的邂逅 更是一个难忘的故事 游个泳吧 当人类用游泳来避暑时 而这些熊也能想到这样聪明的避暑办法 2023年 五只小熊闯进了居民后院的泳池玩耍 看看这些幼崽 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在水里嬉戏 但他们顽皮的举动也引起了一点混乱 他们忍不住探索了泳池的其他地方 玩耍了滑梯 甚至咬了一口漂浮的玩具 当熊妈妈摆弄游泳池的水泵时 事情变得有点可怕 但谢天谢地没有造成伤害 然后他们狗的狂吠声 或许是吓到了他们 然后他们就告别泳池了 但不得不说 给这个家庭留下了难忘的泳池体验 蜥入侵一个游泳池 幸运的是 当这条一米长的蜥蜴跳入水中时 里面没有人游泳 他在那里呆了一会 然后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这件事发生在佩亨森岛上的一家当地酒店 虽然与猴子的互动在这里更常见 但游客们声称 最近与其他爬行动物的接触也很多 不过但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该地区受到野生动物当局的保护 孔雀入侵 听起来似乎还不错 但随着他们数量的增长 很快就变得混乱了 这种情况发生在加利福尼亚 当时人们看到几十只野生孔雀和母鸡 在街道和居民的屋顶上游荡 虽然一些居民 喜欢有这些长着羽毛的朋友在身边 但更多的人抱怨他们的粪便弄得一团糟 还有一大早发出很大的噪音 而且对财产造成 损害 尤其是在他们的交配季节 整个街区因他们的游荡而烦躁 扰乱了众多居民 沮丧的居民 决定在情况恶化之前采取预防措施 最终孔雀被重新安置 截取才得以恢复 大象的侵扰 你知道吗 探索非洲的荒野 可能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经历 因为你总是需要意识到 你正在与当地的野生动物共享空间 当一头小象正在泳池里玩啥时 而他的父母却过来保护他时 这一教训被深刻地体现了出来 当一些勇敢的人 试图把小象从泳池里拉出来时 母乡开始自慰 并开始冲锋 所以在动物王国里 领土是被激烈捍卫的 这些大象明确表示 这个池子是他们的 不容许任何生物的侵犯 泳池排水管内有蛇 你敢和躲在排水管里的蟒蛇 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吗 出于好奇 几个人决定调查一下 当他们轻轻地把那个东西拉出来时 他们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爬行生物 那是一条约有两米多长的蟒蛇 这条巨大的蛇 不知怎么把自己卡在了 泳池的排水管里 谁也不知道它在那里藏了多久 这条巨蛇的景象 既令人震惊又令人着迷 它把一个平凡的泳池 变成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冒险 闯入泳池的金毛 想象一下 在你的阳台上眺望时 却发现一只可爱的金毛犬 偷偷溜进你邻居的游泳池 偷偷地在水里泡了一泡 它在那里见起水花 好像它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这只淘气的小狗被摄像机拍到 正在享受它的勇于乐 而它的主人却毫不知情 每次见起水花摇着尾巴 它似乎都在享受它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它还没准备好离开泳池 我相信这个有趣闯入 也给你带来了微笑 把它平常的一天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冒险 水池里有鳄鱼 动物是没有界限的 这只短吻鳄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它溜进佛罗里达的一个游泳池里沉泳 那是一条一米多长的短吻鳄 它越过高高的网状安全设施 然后跳进了游泳池 虽然这些爬行动物 对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说并不罕见 但这是第一次在泳池里发现爬行动物 看到这一幕 这家人感到很惊讶 他们立即联系了佛罗里达野生动物部门 并请求把它安全带走 卧室蜘蛛 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话 那么建议你跳过这段视频 现在想象一下走进你的卧室 发现天花板角落的奇怪生物的入侵 这正是悉尼一位母亲的遭遇 她在女儿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窝蜘蛛 并立即叫女儿来见证这个可怕的现场 但你知道吗 蜘蛛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堆蜘蛛在一起 房主声称 那一块可能超过了上百只蜘蛛 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导致人们开始建议采取极端措施 比如烧毁房子 厕所里的青蛙 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北部的女子 在打开厕所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看到了几十只绿色的青蛙 她们躲在她的厕所里 似乎正在躲避外面的酷热 其实澳大利亚最特别之处的地方 那就是拥有种类繁多的本地物种 这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很惊讶 厕所里出现大量青蛙 或许对本地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对我们来说 这是非常惊讶的发现 苍蝇的海洋 看起来像下雪 对吧 但这是在七月 所以不是雪 而是满天的苍蝇 这些虫子在幼年时生活在水中 成年后成群结队 真是惊奇的出场方式 这简直是一片苍蝇的海洋 今天 一大群这种小昆虫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宾夕法尼亚州 它们覆盖了兰开斯特县 萨斯奎哈纳河上的一座桥 把它变成了末日般的场景 周围能见度很低 就像在雾天里开车一样 到了早上 桥被埋在高达61厘米深的 苍蝇堆下 为了应对这些意外的虫子入侵 桥梁不得不紧急关闭 蟒蛇入侵泳池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你怎么能把这东西 从游泳池里弄出来呢 这是一个真正的安全挑战 看看这条躲在泳池里的 三米多长的缅甸巨马 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男子 发现这条巨蟒正在他的泳池底部 起初被吓了一跳 但慢慢冷静下来后 房主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这条巨大的蛇似乎已经准备好离开他的水窝了 最后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 他们终于成功地抓住了那条巨蛇 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 但他们坚持了下来 确保了周围人和泳池的安全 闯入的猎蟹 虽然听起来很疯狂 但平静的游泳 使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一群游客正在享受他们的时光 突然 一只猎蟹突然冒出来 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它从树上直接跳到水池里 让孩子和大人都措手不及 看到这只巨大的猎蟹 在场的每个人都毫无防备 他们感到有点震惊 然而回想起来 这位不速之客为他们的假期故事 增添了令人兴奋的转折 正是那些令人惊讶的时刻 让记忆真正难以忘怀 你也这样认为吗 闯入领地的迷路 想象一下你在科罗拉多州舒适的家中 享受着早晨的咖啡 当你站在阳台上 眺望远处的风景时 迎接你的不是平常的风景 而是一只迷路在你的院子里闲逛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其他的居民 也经历过同样的罕见时刻 他开始难以置信地揉眼睛 这是在做梦吗 他问自己 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些有着毛茸茸的皮毛 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脚的雄伟动物 选择了他的前院作为他们的寒舍 他不太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是应该拍张照片发到Instagram上 还是静静地关上门 希望他们自己出去闲逛 不管他怎么决定 但有件事情是确定的 并不是每天不能看到迷路群 在你家附近闲逛 可怕的鼠巢 想象一下当你醒来时 发现墙上有类似刮擦的声音 起来一看 竟然到处都是老鼠 甚至厨房里和地板上都是 而且就是克莱蒙特和布朗克斯住宅 正面临着严重的老鼠侵扰问题 极大影响了卫生和健康问题 局势变得非常危急 居民们被迫离开家园 他们迫切地寻求帮助 呼吁当局干预并解决问题 之后住宅开发商向居民道歉 承认这是不可预测的情况 并承诺监控和尽快解决问题 短吻恶的访问 如果你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话 记得要经常检查你的门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爬行动物 作为不速之客会给你带来什么惊喜 当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男子 遇到一位不寻常的客人时 这正是发生的事情 一只鳄鱼爬上了他的前门 当时他正带着狗出去散步 突然发现这只爬行的鳄鱼 正试图入侵他的房子 为了保持安全距离 他用手机拍了照片和视频 值得庆幸的是 短吻恶没有攻击性 或许只是迷路了 他被架在两幢房子之间 似乎无处可去 在房屋和栅栏之间徘徊 狮子漫游酒店 这看起来就像这只狮子 来这家酒店订了个房间 正准备去休息 这正是2021年2月8日 发生在印度的朱纳格特的事情 监控录像显示 一头狮子从主干道上溜达进来 毫不费力地跳过了安检大门 当班的保安很震惊 一边躲起来一边疯狂地呼救 看到这样一只雄伟而危险的动物 在大城市的酒店里游荡 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担忧 幸运的是当局得到了警报 并迅速采取行动 确保了客人和狮子的安全 猴子的裙架 这就像是人猿星球里的场景 这群猴子在这里打架 就好像他们准备入侵我们的世界 在令人垂涎的封锁带来的混乱中 泰国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战场 看看他们为一根香蕉打架吧 这是强烈的反差 即使是习惯了这些灵长类动物的当地人 也被他们的凶猛所震惊 饥饿驱使着他们 所以疫情不仅影响人类 它对动物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游客的减少 食物也越来越少 这就导致了这些激烈的生存争动 购物的小鹿 谁知道可爱的小鹿 也喜欢在商店购物呢 我们来看看这次冒险吧 他也许是急着买东西 或者只是想找点零食 他漫步在威斯康星州一家杂货店的里面 就像他是那里的顾客一样 该商店的监控录像 记录下了这一冒险的时刻 他在商店里似乎很兴奋 到处瞧瞧看看 当然这肯定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工作人员不得不组成人墙 把他赶出去 最后他们打开了后门 路优雅地离开了 回到树林里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和商品的安全 但这是一次很罕见的经历 竟然在杂货店遇到意想不到的野生动物 水池里的马 这匹可怜的马被站在旁边的另一匹马吓到了 不小心跳进了池塘 结果发现自己出不来了 马的主人被发现后 他立即开始努力把它拉出来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因为动物的巨大重量阻碍了救援 因此在当地救援部门的帮助下 马主人确保他巨大的宠物安全出来 但这肯定不是结束 救援人员把这匹马带到属于他们的地方 以确保不会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经过快速检查后 他可以自由地回去安全地方了 入侵泳池的长颈鹿 在纳米比亚 一只长颈鹿不知怎么地 掉进了一个游泳池 似乎找不到办法出来 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景象 但多亏了游泳池老板的敏捷思维 他想出了一个计划 把长颈鹿从水里引诱出来 他们知道长颈鹿喜欢美味的食物 所以他们迅速拿起一些食物 把这只高大的动物引诱里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奏效 随着食物的气味 长颈鹿走出了泳池 终于来到了坚实的地面上 这是一个宽慰和胜利的时刻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主人的聪明才智和同情心 神奇的斑马 斑马我们都很熟悉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斑马 他会翻东西 拥有自己房间 还会洗衣服 他住在这所房子里 就好像他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成员 这个家庭主人特别照顾他 他也喜欢和他们住在一起 不仅如此 他更特别的是 在他回到家的时候 还知道要按门铃 我不知道你对斑马的看法是什么 但看到他们这样 绝对改变了我的想法 现在我知道他们有多神奇了 只是不知道饲养他们的成本高不高 驼鹿进入池塘 虽然大多数看起来很温和 但他们却不容小觑 如果你遇到 最好别离他们太近 2019年一只年轻的驼鹿 进入了新罕布什二州的一个泳池 幸好他没有造成太多麻烦就离开了 不过一名卧台华男子在2009年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只巨大的陀鹿 占据了他的游泳池几个小时 尽管周围有两米高的围栏 这些巨型野兽 还是不知怎么地进入了房子的里面 列西入侵城市 现在看来列西在海滩上举办自己的派对 就像在迈阿密海滩一样 那里的列西数量激增 他们开始占领整个海岸线 让海滩覆盖物非常沮丧 但不用担心 迈阿密海滩的官员们 已经有了一些创新的策略 来解决这个问题 给捕列西者发放赏金 是他们管理列西数量的一个很酷的主意 毕竟单独诱补他们 并不能解决入侵问题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 那就是快速地清理 意外的蜥蜴救援 这可能不是入侵 而且这只蜥蜴似乎需要人类的帮助 它跳进池子里 不知怎么地出不来了 这只可怜的动物 被困了整整一天才被人们发现 关于据悉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是 每当他们发现捕食者时 他们就会上演自己的死亡追逐 这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 但是这个陌生人知道怎么处理呢 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 给它一些时间缓冲一下 然后他就跑回了属于它的地方 牛进入游泳池 这头牛被带到了一个游泳池 因为牛的游泳技能是出了名的 这头牛决定建起水花 但他还没准备好离开游泳池 他不仅把游泳池变成了自己的水坑 还留下了一个 以翩翩形式出现的混乱惊喜 在多次试图把牛哄出来失败后 一辆起重机被开了进来 把这只美丽的牛抬走了 这是一个相当壮观的场面 把泳池里平常的一天 变成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冒险 充满了笑声和打扫卫生的善后 接下来就来到这期的精选节目了 我们仔细看看这张图片 据Facebook发帖人的描述 去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城镇 当时有大量的蟒蛇入侵了该城镇 当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能迅速抓捕蟒蛇并处死他们 否则会对该镇的居民造成重大的影响 但说实话 他只发布了这张图片 让我不能确认这是否是真实的事件 所以我把判断权交给你 请在下发分享你明智的看法 让我们知道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最惊讶呢 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动物入侵吗 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分享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